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内容与本台立场无关 出生成长衰老死亡是生命必经的阶段 你拥有生命代不代表你了解生命呢 比起你更清楚你的一个旅程 生命探索 哈喽又来到星期三晚的生命探索 大家都见到我和Maggie 今天是继续萧脑吧? 继续都是脑震荡 大家未学过的话会比较辛苦 不过就应该会像救命草那样帮大家 水泡给大家 说什么呢? 上次我们轻轻都用中国占星提过香港 上次提过IE机的月内工作上的变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说完了 我意识里面有这种种子 我发现近期的客户都是 工作转型比较多的 但是很开心的 因为其中有一位 如果大家留意Human Design的话 她是一位有九个南洋中心都齐齐了的沉水的鳳凰 我很开心我做那个咨询 因为她正正在生命这一刻的转型呢 是转向着人生使命的那条道路的 我用TimeFa帮她探索的时候 所有出来的数据结果 就是在未按键之前 5-10分钟跟她谈 她觉得自己有什么才华 她有什么 passion 我真的非常开心 不过今天我们就不是讲这件事 我们今天就讲回 其实之前上次 Maggie和我们讲过中国占星 不过就不是讲香港了 就讲个人了 当然咪前已经请教了Maggie 整件事我觉得 如果大家觉得Human Design很复杂 我觉得这个帝王的知识更复杂 这个是很多数据 很复杂 但你学了之后 你就比较容易 一体恶感 不用幻想 但我觉得很正 因为我觉得它完全补充了 比如说Human Design 包括你去分享网雅 我经常都这样讲的 这些工具 我再老土又讲一次 有点像摄影师 即是不同的镜头 你拍不同的东西 你就用不同的镜头 有些东西你想拍 但那支镜头不支持 你就拍不到 还有是有时间聚 他会说什么时候留年 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生命轨迹 但很多时候我见到别人 都是不好的年份 或者不好的运 才去寻求人生的突破 你太顺境 你就不会去收心 当然有些弊异事 才会开始想 我是不是仅仅仅仅仅仅钱 不去做其他东西 你上次也提过 我觉得又是回去 我们整个节目都会说 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 什么叫先知先觉 就是你有觉知 那你就先知先觉 我觉得这些工具 都是协助我们 譬如这些学礼 或者有时间聚 老实说 在咪前 阿玛杰已经跟我说了 他说 Steven 下年 1月至8月 都不要去旅行 老实说 我第一个反应给你 他说 我坐了一年牢 老大佬 你知道我以前常常都射为非的 去德国开会 去德国开会 等等 蛤? 又要等多快一个月 我瘋了 然后他会投赃 救命啊 不行啊 这样 但anyway 如果中国占星 我们就打算 我也打开口牌了 就会在第二节 我们叫收费的时段里面 我们才会说的 因为我跟Maggie说 第一节 因为始终是免费的时段 我想我们聊天的资讯 会可以讲及多些的人 第一节我们说什么呢?Maggie 我们就讲范太岁 何谓范太岁 你怎样查到自己 是否真正范太岁 这一件事呢? 因为太多人是误会了范太岁 我们要序论一下 老实说很多迷思 到年底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师傅 什么名不开名 最出名的都是那几个 不出名不代表不厉害 不出名的都是那些高人 高手在民间 但是老实说 以一个 譬如我们整个主体都是中式 中国占星 我会讲 范太岁 老实说都听了很多年了 那你问我 我没有曾经 真的去做过呢? 我觉得有一两年有做 那些朋友又是说 今年你犯了 犯了 不如去摄下他 我经常说 这些事我又觉得迷信 你做了这个人安心 那就小样东西麻烦了 我觉得这些是三次元的 但也不是要做的 其实我们都要讲讲 什么叫范太岁 对了 什么叫泰岁呢? 泰岁就是瑞星 什么叫瑞星呢? 就是每年 泰岁将军都会改的 他们会轮班 每年都会有一位 我们中国人的八字 我们叫六十甲子 即是六十一个循环 由甲子年开始 一个循环 有六十位太岁将军 他们就每年负责一年的Energy 哦 这样的? 对了 一年的Energy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木星 占星的一火虚异的星 虚异的星? 虚异的 虚异的星 像是VR 因为泰岁是VR 你不辨认 但它又在影响你 不觉不觉 它又在影响你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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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影響你呢? 其实它跟木星对应 墨星是我们第一大奇星 对了 是 是 好東西 你知不知為何木星是好東西 在科學來說沒有木星和月亮 我們地球應該倒楣了 木星是一個吸塵機吸光小行星 彈走它 去保護我們的 所以太歲就是保護我們的 如果你犯太歲那一年是怎樣呢 如果你沒有犯太歲 太歲會怎樣幫你呢 你前面有個洞 你怎樣都會掉落洞 但太歲會幫你鋪一下和港草 起碼你沒有那麼金 總有絕處逢生 總有方案和方法 但當你犯太歲那一年 你會怎樣呢 你一樣會鋪到洞 不過沒有人幫你做和港草 因為太歲看不到你 不好意思 你隱形了 OK 那攝太歲的意思就是 你起碼發電郵給太歲 說我在這裡的 你不要遇到我 這樣吧 所以不要誤會 你犯太歲的時候 太歲會欺負你 不一定的 他保護不到你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攝太歲的意思就是 太歲 所以木星的能量 你記住看到我 你是一個漂亮的星 你看到我 你幫我 那是這樣的意思 哦 原來就是 所以范太歲 所謂犯的那個字 就不是說 激怒他 或是知而似女 他不會像金柱一樣 射著你 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不過就是 因為太歲的能量 即是地球都說了幾十億人 即是 咦 看漏眼就很正常 對 看漏眼 看漏眼 那你要是要靠自己 等於你的後車雷達壞了 那你拍車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 分愛留神 沒錯 格外留神 但也有很多人 誤會了你的八字 何謂犯太歲 是的 今天我們 昨天 告訴大家 你是不是那一年 都涉態上你比較安全 因為其實 你六成至七成 都是犯了大歲的 是嗎 即是你說眾生 即是 讀香港七百多萬人 有六成都犯嗎 對 只不過是你犯 你老闆犯 還是你公司犯 都會影響到你 公司又可以犯 公司又可以犯 你等一下 研究一下 究竟是哪一塊去犯 我們會用 香港的盤來看看 但是什麼其他 我想問一條 比較顯錢 或者低能的問題 用它 你說六七成人都犯太歲 是連年都是這樣 連年都是這樣 連年都是這樣 嘩 立刻令到我 又很暫時 講到床室審死這件事 連年都是這樣 但是飯有 有好飯 少少飯 和好少少飯 即是辣 你也有大大辣 小辣 和少少辣 三哥吃米線 當然我是少辣 還是太辣 有很多人誤會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那年明明犯太歲 但我沒有事 不犯太歲就有事 對 對 對 我的朋友說過 我們今天 今天就要和大家 調查一下 在八字裏 究竟你如何檢查一下 自己是否 繁太歲 最重要是檢查 這個很重要 檢查 檢查完之後 你就自己去寫 去廟室寫 或者你那年走路 小心點 走慢點 慢慢點 確定前面有個孔 你也自己看得到 對 對 好 那你真的要幫我們解說一下 現在開始解說了 好 OK 那我們就要去 去片 阿sir 你見到嗎 見到 觀眾也見到 應該是很大大隻的 大家呢 在你的iPhone也好 Android也好 你可以下載一個八字的Apps 它叫做論文八字 再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在看Live 或者Replay也好 因為大家也要看Replay 先就要在你們手機 無論你是用Android 或者是水果牌 iOS裡面呢 先下載了這個 叫論文八字 Version 5.4 實用版 那你如果不付錢 都可以 只不過它可以給你 支付到的 命就會少些 那你便不要付錢 你都去檢查自己 和家人都可能幾個人 那你用一個自由版本 都可以的 好了 接著你去設定Apps的設定 那裏 Matchure 要選擇這個 重要的事情 我又再重複 除了我看到Maggie 你現在的螢光幕 就是生肖設置 就是綠色 另外就是 你剛剛圈住了 就是指示的處 一定要選擇綠色 沒錯 指示就是晚上 23點到凌晨1點 你一定要選擇綠色 否則你的八字會錯軌 哦 你跳了一天 明白 總之就記住這兩件事 然後我們先去 去片 等我剷掉這圈 好好好 然後這個 左邊就是香港的八字 香港的八字 香港的八字 1997 7月1號 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前朝 英國 他們應該有些 尖聲的高人 7月1號的八字 是比之前差差的 差過之前? 對 什麼意思? 自身能力比較差 要靠人 而且比较多人跟我們競爭 所以 所以 對 對 沒錯 沒錯 對 沒錯 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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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